7月17日至18日 欧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拉共体峰会时隔8年在布鲁塞尔召开 据法新社18日报道 欧盟领导人在峰会与拉共体国家领导人争论不休 尤其在俄乌冲突立场上 这场期待已久的峰会已成为全球分歧的牺牲品 欧洲人本希望说服拉共体国家签署一份严厉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声明 而拉共体方面则认为 此次峰会不是讨论乌克兰问题的场合 而作为此次峰会的主要目标之一 解决陷入停滞的2019年欧盟南方共同市场自由贸易协定也进展堪忧 美国政治新闻网17日称 此次峰会第一天的主题就是确认加强洲际关系 但随着欧盟谈判代表试图说服拉美国家 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 这一崇高的谈话很快就落空了 法新社称 峰会主持人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17日的开幕式上 敦促与会代表谴责俄罗斯的非法战争 而拉共体轮值主席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总理 钢萨维斯则表示 欧盟成员国对乌克兰局势的关注可以理解 但这次峰会不应该成为讨论这个问题的又一个无疑的战场 这个问题已经并将继续在其他更相关的论坛上得到解决 拉共体33个国家对俄乌冲突没有一致的立场 有些国家希望维护与俄罗斯的关系 或者寻求妥协的和平协议 法新社提到 巴西总统卢拉谴责这场冲突是全球外交的失败 而非俄罗斯单方面的侵略 这代表着拉共体许多人的看法 政治新闻网称 随着双方在多方面分歧都公开化了 外交官们越来越降低达成共识的门槛 最大障碍是对俄罗斯的立场问题 在峰会召开前 双方就一直在争论 是否要在峰会公报中提及俄乌冲突 一份原本长达16页的公报 以大幅缩减 一份较早的公报草案称 以最强烈的措施 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 而在后来的版本中 成了各国对正在进行的战争表示关切 直至第一天峰会晚间 双方仍在就文件措辞进行谈判 欧盟拉共体峰会 可能因细节问题而失败 德国商报18日说 欧洲希望建立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但这场峰会上 梦想与现实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相比解决乌克兰问题 一些拉共体国家更愿意推动 2019年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自贸协定的实施 该协定因欧洲对亚马孙与林等地区 砍伐和农业竞争的担忧而陷入停滞 但据法新社报道 双方外交官都表示 此次会谈预计不会在贸易问题上取得突破 据德国广播电台17日报道 欧盟已宣布 对该地区的投资计划 到2027年年底 欧盟将对拉美和加勒比伙伴国家 投资超过450亿欧元 这应确保欧洲关键原材料的供应 并促进可再生能源的扩张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强调 这些投资 伴随着最高的环境和社会标准及透明度 政治新闻网称 当欧盟提议就电池用离或使稀土精炼多样化的 新项目建立伙伴关系时 就会出现针对这个旧大陆新殖民主义的指责 西班牙国家报称 拉美领导人明确表示 他们希望建立互利的伙伴关系 华盛顿邮报称 虽是八年再聚首 17日一开场 并未将此次峰会 变成失散多年的老友般的欢乐重逢 刚萨维斯说 在这段关系中 大多数欧洲国家过去是 现在仍是极度不平衡的受益者 而我们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则一直是 且现在仍是被不平等地奴役着 文章称 如果说此次峰会表现出了什么 那就是中南美洲信心的增强 这得益于中国的巨额资金注入 以及他们认识到 随着欧盟寻求结束对中国的过度依赖 他们的关键原材料将变得越来越重要